2021年Top Gear Award Hot Hedge of the Year 身邊這部Aldy S3 我們的Top Gear Award每年是選擇當年到的新車 可能你會覺得Aldy S3好像是大改款 嚴格來說是 但也算是新車 當你見到新車時 你會發現整個樣子好像有點不同 首先車身大了 長了 間接都重了 重了另外一個原因也是因為設備多了 最精彩的就是走進車廂 格局你可以認得是Aldy的東西 但你再細心點看看 多特別 多漂亮 其實Aldy一直都很善於如何設計車廂 簡潔得來又有精緻感 多東西得來又很齊整 就好像強迫症的人 但又有收藏習慣 總是盤子都很齊整 分門別淚 但你又覺得很多東西 淋浪滿目 雖然它是大改款 但從外面到裏面 你都會覺得很強的新鮮感 你會覺得車好像很新 很多東西 但是說回機械上 其實它和2017年出的那款 是挺接近的 當然也因為噪音 廢氣排放改了 它加了一些東西 例如粒子的回收器 令到廢氣會低一點 聲音亦都靜了一點 沒有以前那麼聲色犬罵的 因為以前很不錯氣氛 但現在改款 再因應發力去收拾東西後 其實它又有另一種東西 現在我無聲限制 真是很舒服的 避震是S Suspension 有Demper Control 即是電子避震 這套避震其實應該是選擇 但香港是標準 非常好 因為這套避震 我的Spectrum是闊得很厲害 即是你選擇一個Drive Select的時候 Comfort Auto Dynamic 真的有不同 還有就是整個Dynamics 車走起來 波箱反應 引擎反應 又是不同 所以整個車的平衡度是闊得很厲害 即是它不僅找到一個平衡點 是直接找到一個平衡範圍 這樣令人害怕 如果你有機會駕駛這輛車 你便會發覺它真的可以滿足到你很多 實用 性能 速度 力量的要求 你可以說 即是沒有樣最突出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Hot Hatch 真的要講求幾種元素 力量 速度 爆炸力 當然是Hot Hatch即是成名的元素 另外就是要有一種很闊的實用性 而那種實用性不是單純用引擎馬力 速度 然後就掩蓋其他東西 當然這些元素是會令人著迷 哇 爆啊 衝啊 狠啊 啪啪聲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低一部車 又負擔得在這個價錢的車價 這部S3在2021年 真的可以實現到你很多願望 做個好爸爸也可以 偶爾去Morning Drive和朋友去爽一爽 吃下早餐也可以 尾箱照樣可以放這麼多東西 寶寶椅一樣可以放在後座 這些就是Hot Hatch能夠給人最珍貴的地方 歸根夠底 車好不好玩 可不可以適應很多人的開法 慢的 快的 狠的 這部真的做到 因為300多匹的Hot Hatch現在玩到是很偏 大家都玩到一種氣氛 玩到一種硬朗 玩到一種爆炸性 但是Audi還是玩到一種很清潔 但是我什麼都做得到 還有什麼都可以給你 還有就是 很好玩的可以 很容易駕駛的 車適應你多於你適應車 那你會問會不會太聽話 你駕駛到3001匹才說他聽不聽話 我可以這樣說 這部車的耐玩程度可以很多年 因為不悶的車 有太多種可能性 今時今日只是不悶 和有時間玩這兩個點都應該要選擇 如果是有時間的,我們會不會太耐用 這個人可以去耐用 我會不會太耐用 能量的,我會不會太耐用 感谢观看